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他都是长期在国外的人 那我们都是聚少离多 那我发现的外遇就有两次 第一次是我儿子幼稚园中班的时候 那因为我本身在购物台工作 我前一天到半夜三点才下班 回到家已经凌晨四点了 洗个澡睡起来 早上小朋友七点多要起床上课 起来弄一弄孩子 其实我的眼神还是很患散的 好辛苦喔 四点到家七点多要弄小孩子 但还好那时候我公公愿意帮忙送孩子 对 我必须说我公公他们也都很帮忙 那帮我送小孩上课 原则上我就是直接要回房间睡觉了 但那天我就想说 有信耶 拿起来看一下 那因为我们手机的电话费账单 都是信用卡扣款 所以我从来不会把那个账单打开来看 从来不会 可是那天我就不知道哪个人经不对 我就想说边走楼梯边拆 一看我现在的电话账单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十几通的通联记录 都是澳门这个地方 同一支电话号码 那以我对他工作性值的了解 他不需要在出差前 临时在做这样的联系 因为他们都是既定行程 我把他的颁表摊开来一看 两个一对 就是我把他带到机场去 他要上飞机 他打这个电话 我觉得不对劲 女人的第六感真的很准 我就电话 打了那支电话 打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 张灯上那个电话 对方 这个有辣 一接就 喂 很开心的声音 因为是台湾来的电话 我说请问你认识某某某吗 你是用你老公的手机吗 我用我自己的手机 可是他看到台湾 他就误以为 对他看到台湾嘛 对 然后对方就 喂 我说你 请问你认识某某某吗 他说 认识啊 我说他是你男朋友吗 是啊 怎么了 你是谁 我是他老婆 他就不说话了 我说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婚姻 他说 我根本不知道他没离婚 他跟我说他离婚了 我听到这一句话 我整个火都上来 我说 你要不要看我的身份证 我的身份证后面有他的名字 他的身份证因为也在我身上嘛 他的身份证后面 就是有我的名字 你要不要求证一下 当我讲完之后 我当然那当下我很气 但是我又听到 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把我自己冷静下来 其实对方没有错 搞不好不是被你老公骗 就是被骗嘛 我听起来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打电话 在泰国出差的我前夫 我就问他 我说澳门这次电话怎么回事 他没有说话 我说我已经打过电话 我知道他是谁 他说我们回台湾再谈 回台湾再谈 我想好 那回台湾 他的话他是开飞机的吗 不是 是好问题 然后他隔两三天之后回台湾 他跟我说 他会把这段外遇整理干净 那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 因为我本身单亲 我两岁就没有妈妈了 我这辈子见过我妈妈的次数 连五根手指头都算得出来 我觉得单亲很可怜 我不想我的孩子 跟我一样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我想说 那时候孩子多大 中班 那我想说好吧 既然如果你要整理的话 我们就继续 那这当中 他其实也都在国外 澳门三年 泰国三年 日本三年 都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那种 三个月放一次嫁回来 那我还是尽量维持 孩子跟我 跟他的连接性 比如说电话的连接 或者是说孩子放暑假 我就两个月不上班 放寒假 我就一个月不上班 把孩子带去跟他生活 这当中我都觉得 好像还OK 但是到我儿子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觉得不对劲 刚上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就哪里怪 有一天 他的手机 LINE 开始锁码 我就想 他在看LINE的时候 为什么要锁密码 那本来你知道他的密码吗 他本来都没锁码 都没有锁码 他突然有一天 在用LINE的时候 就开始在解锁 我就想 你LINE为什么要锁码 他说没有啊 我就之前看那个LINE 那个设定 我就玩一下啊 有密码我就锁一下 那我说那你密码是几号 一追问 然后说0603 我就觉得是个很莫名其妙的数字 我的生日10月24 我儿子生日1月16 他的生日10月13 请问0603到底哪里 1月那天静烟情 对对对 大家都这么说 然后他说 他跟我说 因为是在电脑上有一串数字 他想说这个数字就拿来当密码 我说你骗谁 大家现在的记忆力都没那么厉害 真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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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都不记得 你怎么会去 真的是原配 怎么会拿一个这个号码来 获名其妙 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有鬼 但是他也不承认 在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我带孩子上课 早上七个多 对不起 他知道他0603的时候 你有要求他说 那你的手机可以让我看吗 我也叫他解码 就是不能再锁码 他说好 然后我稍微划了一下他的赖 因为他解码 一解码我就看 对 很干净 我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会很干净 你有鬼的人就会干净 删光了 会删光光 郑大哥你借我一下 对我们的通话机 那为什么要锁呢 那为什么要锁 你也没有 他就是怕人家打电话来 或干嘛什么的 或者传讯息 或者忘了删 手里有忘了删的时候 对 还打不住平常 很干净也是有鬼 很干净是有鬼 不干净也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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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不干净一定立刻变鬼啊 没有 两个月后 有一天早上我要送小朋友上课 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手机 我以为是充电线没插好 我想帮他插一下 插进去之后 我那个时候我想说 他到底有没有 我突然想求诊 我就点了LINE 有 因为我看到那个通话内容就是 对话内容啊 什么喜香香啊 然后反正有很多就是 你可以确定他们已经有了 性行为的用词潜质 我看到我就又 活又上来了 我立马打了那个电话 他在国外 我先生在房间睡觉 我一打电话 那女的一接 喂 怎么了 昨天晚上不是才讲到三点半吗 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先生上中班 他大概两点半下班 他要开车回来的路上 他们就是在讲电话 讲到家里三点半 他应该几点下班 那天他就是两点半下班 半夜 两点半下班 半夜两点半 然后到家三点半 他们就是在开车当中 他们就是在通话 对 他说怎么啦 我们不是昨天才讲到三点半吗 我那个时候是都没有出声 我就跟他说 对不起 这女生也是在国外吗 应该是在国外的 因为我听他们的内容 第一 我分析 他们是同事 因为他们的对话内容 有讲到工作 第二 应该是在国外 因为他们有讲到在 比如说在大陆啊 什么的这样 然后我才说 我说 我是某某某的太太 她就不说话了 那我可以很肯定 这个女生 不是被骗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内容 文字内容当中 有写到 因为刚好一个月后 我先生要调日本 调去三年 那 我前夫有跟他说 那你不要上班好了 你到日本来陪我 那女的就回他说 那你们家那支怎么办 我的代号叫我们家那支 你们家那支 有这很常见 对 就表示他是知道 他有婚姻状态的 然后我的前夫 在文字内容讯息 告诉他说 你就先来没关系 我再看你怎么调配 对方女生说 那等你 你们家那支来的时候 我是要塞到你同事家的宿舍吗 这样 那我就很清楚了嘛 就是一定是 就是了 后来 我就问他说 你到底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家庭 你明明知道他有太太 他有孩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说话 我就进房间 把我先生叫 前夫叫起来 我说你又不要抗了 那当下 这电话LINE挂掉之后 他很坚决说要离婚 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好吧离吧 离吧 离吧 整个人就是完全是 思绪是很混乱的 但是到护证事务所的时候 我又 又开始了 差点 距离上是澳门事件 几年 中班到小六 大概七年 然后 但是这中间有没有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都在国外 然后后来 当下在护证事务所 我又踩刹车了 我又没离 就这样 因为不想成为单亲 对 就这样 从2016年的 11月1号 我发 更正 2015年11月1号 我发现之后 到2019年的1月 我们才办离婚 这当中三年多的时间 其实我很纠结 因为 这大概每半年 我前夫就会打电话 说 你准备好没 要不要离婚 我说 你可不可以 不要打扰我们母子的生活 所以他一直在催促着 要离婚 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 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们母子 已经过得很辛苦了 因为这段时间当中 我当然我自己被婚姻背叛 我花了20年的青春 在一个男人身上 我已经过不去了 我已经不甘心 不甘愿 不放手 再加上孩子也有问题 我儿子 要不就想上吊 要不就在学校给我隔晚 我已经处理到 我已经 我自己都崩溃了 我还要处理孩子 儿子为什么会反映这么激烈 他知道了很多事 后来他知道 因为我的同事 那个文婉姐的 也都认识 他的女儿 跟我的儿子是好朋友 那他女儿有跟他说 那他当然也知道 他爸爸这么久没有回来 一定有问题 然后 你们曾经大吵大闹 给他看到吗 是在他已经确定第二次 被我发现他外遇的时候 我后来也才跟我儿子深谈 我才知道 然后我带去国胎医院 就是给儿童心理师看 那孩子不愿意说 我整个人就是已经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又要工作带孩子 我又要处理这个事情 我又要走出自己的情绪 我就跟他说 我求求你 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但是他每半年就会答应